在工廠裡面作業的機器人都可以賺工業機器人 最大的不同他可以拿來賺錢 所以他在工廠裡面沒有做生產製造 基本上都算在工業機器人在做的範疇之內 那一般的機器人就沒有這個限制 你要去做迎賓招待或者是娛樂這個都沒有問題 加上眼睛就可以做很多事 因為想像一個人有眼睛還沒有眼睛的差別 那有眼睛我就可以去做檢視 我也可以做組裝 我也可以去應付不同的變化 我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現在除了時代的眼鏡 因為人工智慧越來越好 或是攀判能力越來越好 還有感測器也越好 所以他會希望一個機械可以做越來越多的事情 會越來越像人一樣 這樣他的成本效益才會比較好 如果你要抓比較重的東西 當然可能體積就會比較大才有力 但是像現在也有很多要做比較精巧的事情 像組裝或抓群等等 那個就可以用精巧的機器人 在工廠的叫工業機器人 所有工廠以外的 我們就把它定位叫服務型的機器人 那可以做各式各樣的服務 從你想到的餐飲啊娛樂啊 或者是運載 或是代勞的部分 其實都算 第一個是越來越聰明 第二個是越來越輕巧方便 第三個是效能越來越好 大概這三個會是一個重點 加上機器人 ぐいぶ小米 加上機器人 加上機器人